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刘夜这个角色 刘夜这个角色作为一个SP角色 看似好像还是挺风光的 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版本用的人很少 第一大原因是因为马超和关羽实在是太强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刘夜的可以发展的地点 第二点是因为刘夜这个角色作为一个卫国的角色 它就业面积其实跟一些其他角色要抢就业的话 其实还是挺痛苦的 你没有办法跟贾徐啊 SP国家呀 SP巡域啊 这些角色去抢就业 所以说导致现在版本刘夜的就业面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并不代表刘夜这个角色就不能用 尤其是有了飞雄军之后呢 其实刘夜这个角色能发挥的还是挺猛的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刘夜这个角色 刘夜的一级基础属性无力值32 0.34 毕竟是法师辅助所以是不重要 智力值92 2.45 虽然说不算是特别特别顶的法师智力 但是他比某些张性的这个核心大法师的智力值还要高 然后童帅值呢是56 1.71 这个童帅值虽然说不是很高 但是还OK啊 他这个成长 然后速度呢是34 0.47 这个速度的话就很低了 不过无所谓啊 他自身的这个战法既定谋决 这个战法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一个被动战法 偷取敌方智力最高武将 24点智力受制影响 因为他这个是被动战法 所以说不受这个进化影响非常的爽 而且每次自身试图发动主动战法之前 都会恢复我军单体移民兵力 治疗率呢是64% 受制灵影响 这是一个满级的效果 他这个效果有个特别好玩的 就是每当自身试图发动主动战法之前 也就是说 我们要发动这个主动战法的时候 不论是是否发动了 因为概率的原因 发动了或者是没有发动 他都可以触发这个既定谋决的 这个回复单体移民兵力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SP流液一般都会携带一些主动战法 正常情况下 我比较喜欢给他携带这个 杰力佐谋加瓜谷辽路这个战法 这样的话能保证 刘液的回复能力会一直的涨高 而且在现代版本呢 因为有了飞雄军的一个加持 其实如果在大家没有SP群域 或者没有假许的一个情况下 单有一个SP国家 也可以去考虑玩一个曹操SP国家 加SP刘液的一个飞雄法旗 虽然说效果不见得有多么的顶 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可以玩的一个队伍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刘液能所携带的战法 基本上就是主动战法 最好是一些回复类型的战法 譬如 截力佐谋 刮骨疗毒 阴城自首 这类的主动回复类型战法 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回复类型战法 想打一些输出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去携带一些 夺魂胁魄 弗资英雷等这种法师输出类 或者是这个偷取属性的类型的战法 都是比较适配刘液这个角色的 而刘液他自身所传承的战法 因力之全这个战法呢 在现代版本其实用的人也是比较的少 因为使我方群体两到三个人 获得25%的规避 首先他是要两到三个人 所以说这个不一定性会存在 第二的25的规避受速度影响持续一回合 然后使用完之后 才会进入一个一回合的冷却 其实在现在版本里 想发挥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如果有些队伍有避重效果的话 其实这个因力之全就直接废掉了 所以导致现在版本因力之全这个战法呢 其实拆出来的情况下的话 用的队伍也并不算是特别的多 好了我们刘液这个角色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